在湖南电视台,出了不少的游戏主持人,可能是因为这个平台懂经营,但不少的主持人也因此走红。 在李湘独自挑大聊之前,秋小也是湖南台的一位知名主持人,因为幸运,真情对对碰这两个节目,秋小被不少观众所熟知,而在舞台上,秋小表现出的睿智和机敏,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而如今湖南台顶梁柱之一的汪涵,当初之所以能够发迹,也是多亏了秋小的提携,在创办真情对对碰时,秋小推荐了汪涵一起搭档,也因为这个举动,让汪涵有机会走上一线主持人的行列。 在24岁的时候,秋小的名气也算是颇高,但是在这个时候,秋小选择了走进婚宴,嫁给了富豪,算是当上了豪南太太,因为这段婚姻,秋小也是短半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开始享受家庭的温暖。 可惜的是,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,才仅仅几年的时间,两人就已离婚收场,不过离婚并没有让两人的关系破裂,直到如今,她依然与前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 如今的秋小已经49岁了,虽然主持功力依然还在,不过早已没有当年那般有名气了,事实上,在她付出之后,她不再那么受重视,毕竟台里能推的新人有不少,现在很多湖南台的重大场合上,都见不得秋小的身影了。 当年的一线主持,如今却成这样,则实有些令人心酸。